他就是别人的目标了 大家会去研究他的打法习性 然后给他道具 看一下 King 哇在这个包点后面 一个三杀 这是什么 RB点是二号位 三号位凤宁和安宅 凤宁是局其实没有什么防守能力 皮弹现在自爆了 带着安宅这不穿完了 什么 14秒 去了 真的没办法 阿兵 力往狂澜 但也只能打掉一个 只剩下一段 这里好像有机会 是他们的一个王牌 因为这张地图 他们其实也是严格很久了 看这波 A打直接反击 哦呦皮弹这一波 已经压过来了 然后建筑物是属于勤酒的 所以还在三杀 快跑 唐老师这个枪 怎么正面还是 弹得非常久 还等上 现在二打四 来了 不要熟 打两个 给猫骑机会啊 第三个也有了 打通了 来了 同志挖进来 说之后他再拿先弹枪出来 那接着我走位 丢 马进到白房 给压力 慧燕若席打两个 全都是穿墙 哇若席 哎 下个棋下个棋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没错 聪明啊 有人注意到 你们 还是要打一点 但是 打掉了 果然 老队 就是一个字果断啊 哇 情况下才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操作 你跑水果汤 皮蛋先穿掉一个 再打一个 五个人直接必吃软定 能不能够顶得住 顶住了一个 顶住 顶